从前从前 古老的叶门 是一个复数和美丽的地方 那里的人们风衣足食 不愁吃也不愁穿 但是统治者阿布拉哈 是信奉基督教 想扩大基督教的势力 当他看到人们 都到麦加去朝静天房 就想把他们带的花环抢走 企图将这些朝静的人 吸引到他的国家去 接受他的宗教 为此 他在附近的萨纳 建了一座教堂 并且把他装饰得令人眼花缭乱 教堂里头布置得金碧辉煌 连桌子 椅子都换上最高级 最狡猾的 阿布拉哈 以为这样就能吸引阿拉伯人 按摩尔加军区去信奉基督教 但他发现他们还是去了老地方 叶门人 阿拉伯人发现了他的企图 就更加努力地向麦加朝拜 阿布拉哈知道以后 非常气愤 他发誓 要捣毁卡尔巴 要拆掉伊布拉辛和伊斯玛伊的圣堂 为他的教堂出一口气 直到他们离开卡尔巴 而转向他的教堂为止 战争准备就绪 阿布拉哈就率领着 以大象为前岛的大批军队 浩浩荡荡 轰隆轰隆地向麦加进军 希望大象庞大的身躯和脚步 能震毁阿拉伯人的天防 让他们没有朝进和集会的地方 阿拉伯人听到了这个消息 发誓 绝不允许基督教徒 破坏他们朝拜的天防 这个时候 一个叫纳夫尔的贵族 请身而出 号召人民 呼吁叶门人和其他阿拉伯人 一起反抗阿布拉哈 虽然他们奋勇抵抗 但是却没有成功 反而被阿布拉哈抓走了 然而 这并没有使抵抗阿布拉哈的战争结束 对群信仰虔诚的阿拉伯人 越冲越冲越有了 阿拉伯人要去保护他们的半岛 以及他们忠诚和坚真的信仰 可是当时阿布拉哈的军队实在太强大了 阿布拉哈 阿布拉哈头上戴着圣灵的桂冠 胸前佩戴着战性者的勋章向外加突发 无法抵挡来势汹汹的大象军队 阿拉伯部族只好向他们屈服 为了居民生命安全着想 部族的代表 硬着头皮向他表示臣服和顺从 不过要攻打进麦家 还得穿越一大片沉沙飞舞的沙漠 阿布拉哈的大象军队 对于瞬息万变的沙漠相当陌生 急需有人为他们带路 才能安全地通过沙漠 这时向导爱布加勒站了出来 带大家惊险地穿越沙漠 阿布拉哈所率领的军队 才能进驻在麦家附近的穆克麦斯 部队炸营之后 士兵们大肆掠夺麦家地区 古莱西和其他部族的财产 连当时专门管理朝径者 供水的部族少利古勒 穆塔利伯 他的两百只骆驼也被抢走了 古莱西人和麦家居民 想要反击阿布拉哈 但不是他的对手 只好作罢 忍受他的欺压 正当他们极端痛苦忧愁时 有一位自称是阿布拉哈手下的男人 正四处打听谁是麦家的掌权者 并找些水喝 这个人被带到了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住的地方并对阿布杜勒穆塔利布说 国王说 他来这里不是要跟你们打仗 而是要为了回掉天房 如果你们不诉诸战争 他是不希望跟你兵戎相见的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说 我们是不乐意动 而且我们也打不过他 找水的人说 那你就和我一起去见他吧 于是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和他的几个儿子 以及一些麦家居民 就跟着这个人 向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向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对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我是所有古来西人的首领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是一个强壮的男子 看上去很有威严 稳重 阿布杜勒很看重他 于是 他让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坐在自己身边 请坐请坐 这位强壮的首领 问他有什么要求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要求把抢走的骆驼 还给他 阿布拉哈说 我对骆驼不感兴趣 不过 我来这里 是为了捣毁天防 可是你却只字不提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说 我是骆驼的主人 而天防也有主人 他的主人 是不允许你破坏的 阿布拉哈说 哈哈 告诉你 什么也挡不住我的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说 我相信真主与我们同在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卡利布 就凋零 万无杰有祂的鬼 阿拉乎 陀陀的主人 天方的主人 一切早就有权力 陀陀的主人 天方的主人 只要你相信 天堂属于你 陀陀的主人 天方的主人 一切早就有权力 一切早就有权力 我做的主人 天方的主人 只要你相信 天堂属于你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坚定 天堂属于你 天堂属于你 这时 其他在旁边的卖家居民代表 不成不成 吓坏了 希望阿布拉哈 不要去毁坏天堂 甚至还愿意给他 卖家三分之一的财产 作为交换条件 但是阿布拉哈 对这些不屑一顾 拒绝接受任何赎金 哎呀 不成啊 代表们失望地回到了卖家 代表们越想越害怕 哎呀 糟糕 担心阿布拉哈以强硬的手段 杀害族人 引起一阵恐慌 糟糕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好吧 于是决定 好吧 我们走 大家都赶快 带着七小到山里躲一躲 避免遭到不幸 自己呢 则带着一群信士来保卫天房 这天夜里 人们慌乱地收拾家当 准备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 山顶上 大街上 到处都是人 骆驼和羊群的呼叫 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 夹杂在一起 混乱不堪 在此同时 阿布杜勒穆塔利布 带着信士们来到天房 他们紧紧抓住卡尔巴的门环 开始虔诚祈祷 他们恳求真主战胜阿布拉哈和他的军队 西求他保护天房 维护卡尔巴 祈祷完毕 他们才匆匆走向山里避难 他们躲在山上 静静地观察着 这群来自燕门的强盗阿布拉哈的军队 看他们 看他们到底要怎样对待圣地麦迦 这时 麦迦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鸦雀无声 而在城外的阿布拉哈 正准备揮军直奔麦迦 在城下 倒毁天房 当他的兵士和这群声势浩大的巷队 正要攻打进麦迦时 天边突然出现成群的飞鸟 嘴巴都咸着石头 飞鸟把一颗颗石头砸向他们的头 就像下起了石头雨 满天的石头一起从天而降 砸得这群庞大的巷队是一一十歪 阿布拉罗、洛哈和族人们看到巷军 被打得落花流水 都欢呼了起来 大家觉得这一定是真主的神迹 纷纷跪下礼拜 甚至还有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阿布拉罗和他的士兵一样 也被石头打中了 他实在吓坏了 当他看到士兵大部分都被消灭 军队溃散 快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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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样的奇迹证明了圣地卖家的地位 使他的居民努力去维护这种崇高的荣誉 抵抗所有想破坏神圣信仰的人 同时更确定了真主使者穆罕默德预言的分量 因为他就是在古老的天房影响下长大的 而这段经历也是伊斯兰最奇特的传奇之一 因为真主的神迹打败了异教徒的相军 并使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从此阿拉伯人不仅经常叙述着事情的经过 而且把当年阿拉毁灭了敌人的日子 保护了天房之年 定为当时阿拉伯民族的立法元年 称作相年 由相年开始起算 到穆圣从麦加迁到麦地纳的那年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伊斯兰历元年之间 一共是五十三年 这个阶段称为相历年 小朋友在这一集的小常识里面 我们要和各位小朋友 介绍两个不同的主题哦 首先我们先接着在第一集当中 预告要告诉小朋友的武功 武功在伊斯兰里是很重要的哦 每一个穆斯林 大朋友小朋友 都必须要知道穆斯林的修炼是什么 这样他才能照着真主的旨意 来修炼自己的身心 而武功就是我们穆斯林的修炼 包含五种真主 差遣摩罕默德圣人 告诉我们的功课 我们简称为 任 礼 斋 克 潮 五种功课 现在我们就来分别介绍吧 任 念清真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万物非主唯有安拉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每个穆斯林都一定要会念这句话哦 因为相信和作证 唯一的真主是安拉 而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是身为穆斯林的第一要务哦 礼就是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 斋就是我们穆斯林每年回历九月 热末单月的斋戒 所谓的克就是缴纳天克 每一位成年的穆斯林 每年都要结算一次自己的财产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 生活必须开支以外 应该要从剩余的财产当中 抽出2.5%的额度 用来接济实际需要的平民 或者是暂时遇到困难的人 这就是伊斯兰教的天克 这样可以帮助很多 其他生活或者是经济上 有问题的穆斯林哦 我们穆斯林当中有经济能力 身体健康 而且没有战乱的时候呢 务必一生一次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卖家 朝进天房哦 一般称作为朝哈吉 好 第二个主题呢 是要告诉小朋友 什么是天房 在这集故事里 小朋友 你知道阿布杜勒木塔利布 跟族人誓死保护的天房 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古兰经22章第26节 真主告诉他的仆人 伊布拉辛圣人 建造世界第一座清真寺 让人们可以来这里崇拜真主 而古兰经第二章125节说 你们当以伊布拉辛的立足地为礼拜柱 以上是根据古兰圣训而确认 卡尔巴天房是伊布拉辛圣人所建 也有一些历史学者们认为 天坊为天仙们守戒 然后是阿丹圣人 再来是施司圣人 后来才是伊布拉星圣人 和他的儿子伊斯玛尔伊勒圣人 继续建造卡尔巴天坊 一直到今天 全世界的穆斯林在礼拜的时候 都要一起向麦家的卡尔巴方向 也就是天坊的所在地来礼拜 一起表示对真主阿拉的憧憬 小朋友,现在你们知道了吗